7月6号到7月8号下午1点到晚上11点半 在全联的西门丁店万华区长沙街二段 因为他是这里的店员 所以他是在7月6号到7月8号都有上班 特别点出确诊者足迹 因为北市这位案15426妇人 在染疫后的可传染期间 曾在万华区长沙街二段的全联上班三天 时数各达10个半小时 恐怕接触不少民众 还有他上班前连两天去广州街上的机车行看机车 有付钱给老板 两人还聊天交谈 甚至北市疫调后发现 妇人疑似没戴口罩 的确有好像没有戴口罩的状况 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 会有一般民众也在这边接触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风险 出入场所重叠民众要特别注意 因为妇人发现确诊那天 CT值还有29具传染力 之所以验出阳性 是因为他先生在7月11先确诊 妇人被列为居家隔离对象 北市精准疫调 提前替他裁剪 发现是阳性 现在已匡列足迹的密切接触者 包含在全联西门丁店的两位同事 全联获报后 西门丁店拉下铁门 配合北市卫生局清销 其实这间门市的所有员工 早在7月5号完成疫苗接种 恐怕保护力还未完全发挥 但至少让妇人 重症或死亡风险降低 傍晚时刻 还是有不少民众提菜篮车到场 才发现没开 雄连表示 门市除了全面清销 还有用紫外灯替室内杀菌 再以漂白水擦拭卖场 7月16新门丁店还会再停业一天 让顾客安心 TVS新闻田家庆张庄华 林日森局小组台北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 国内大小事 高仲合